哈喽,我是老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小花朵迷你收纳袋 可以放一些零钱钥匙或者耳机等小物 毛线采用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以及二代物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线起针 后面锁两针,作为起离针 起离针不算针数 然后绕线圈,编织长针 勾针绕线,穿过线圈,将线勾出 两钉线并一针,引拔两次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勾织15个长针 15针结束,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最后呢,在开始的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将线剪断,第二圈换线编织 首先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两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长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长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15个针目 编织30个长针 第二圈结束 最后呢,我们在开始的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第二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 然后在第三个针目上,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第四个针目上,编织两个长长针 第五个针目上,编织两个长针 第六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下一针,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里呢,就是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勾织五组花样 续,重复织花样 接着一组花样 接着一组花样 对那组花样 四个针目上 对那组花样 两个针目上 对那组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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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圈结束 最后呢我们在引拔针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一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下一针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四个针目上 各编织两个长针 接着在后面的这四个针目上编织一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中长针 下一针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完成第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第四圈结束 接着我们在第二圈这两个长针 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挑过一个针目 下一针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在后面的这八个针目上 各编织两个短针 一共十六针 十六针结束 接着下一针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挑过一个针目 在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短针 这里呢就是第一组花样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再见 第五圈结束 接着我们在开始的第一个短针上编制一个引拔针 后面缩五针 同一个位置编制一个引拔针 然后断线隐藏线头的部分 这样呢完成第一个纸片 第二个纸片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编织 这里呢绳子的部分 一共够支五十个辫子针 接下来我们将两个纸片缝合固定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